不過泡水車到底值多少錢 怎麼判斷 誰說了算呢 我們就要帶你來看到這神秘的職業 車輛健駕師 他們就像有鷹眼一樣 只要看一眼就能估價 甚至遠端看照片也行 那看一次可以賺6000到3萬塊 不過其實這門檻真的很高 台灣一年大概只有20位可以考到職者 這5% 這個5% 這個水漿叫5% 那你能擠壓到這個整套10% 不管是引擎蓋扭曲變形 還是車殼凹陷脫落 就像變魔術一樣 不用一秒鐘一眼就能判斷出折損比例 全仰賴汽車健駕師鷹眼 應該超過1萬台 甚至高達2萬台 大大小小的車 從進口車到國產車到貨車卡車全部 包括最重的叫43噸 還有35噸的連結車 除了實際看車 甚至連看照片一樣能估價 翻開檔案密密麻麻的車輛結構圖 寫滿折損比例 只要把照片上的事故位置 對照這份神秘的折損表 最快一分鐘就能完成建價 建定費用以車價不等 一年份的新舊不等 以車況車價以及它的複雜度來收取費用 正常從6000塊到3萬塊不等 甚至更高 汽車健駕師股價一次6000到3萬不等 像是買賣二手車交通事故 產權糾紛都要靠他們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以這台車原價100萬來算 因為毀損評估比例超過35%以上 就會被判定沒有市場價值 選擇報廢 因為樹哥有一些基本的 比如說向來考試的話對不對 對於車輛的一些結構 或是車輛一些基本常識是要有的 那如果完全你沒有這些基本常識的話 你來考試要通過的機率是很低的 汽車健駕師真的不好當 不只需要汽車基礎知識 證照也不好考 錄取率極低 一年大概只有20位能考上 也難怪這一行雖然看似好賺 但能真正入行的卻是少之又少 東森財經新聞王嘉宏 王一平台北報導 看盤不亂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